目睹了余淑欣替龚俊结尾的善意之举后 我意识到云红都是有道理的 冰箱怎么这么多啊这些 我没见过的东西 近距你没见过冻柿子 没吃过啊这些 这好像是北方人的吃法 床内选秀出道的上海情景余淑欣 跟打拼多年刚熬出头的小生龚俊 一起参加立场展示明星冰箱的综艺 节目一开场便给大家展示了两人冰箱的外观 余淑欣的冰箱光是看上去就比龚俊的大了整整一倍 而等打开后两个冰箱的差异更明显了 龚俊的冰箱里只放着寥寥几瓶饮料 少许水果以及鸡蛋 给节目组的后期看了以后 也不忘加上一些荒凉的特效 紧随其后展示的是余淑欣的冰箱 首先光是用来拍摄的摄像头 就比龚俊多了一个 然后是冷藏区 有火龙果 橙子 香蕉等新鲜水果 有豆辣椒 油泼辣解酸辣海带籍等调味食品 有燕美肤皮 摩浴等低脂减肥食品 还有蒟肉果冻 这种低卡小零食 而每拿出一样 龚俊就会露出一个惊叹的眼神 紧接着大家又打开了于初心冰箱的冷冻区 发现里面装满了甜筒 鸡翅 蛋糕 冻乳麻薯 以及东北地区流行的冻柿子 其他人一看到这颗饱满的柿子 就厚不及待的安利它有多好吃 只有龚俊露出了一个迷茫的眼神 不好意思地表示自己从来没吃过 冰箱怎么这么多啊 尽管其他人只是对龚俊没吃过知识感到好奇 并没有啥恶意 但一旁的一书心立马激过了话茬 表示这是北方那边的吃法 这句话等于在说南方人没见过很正常 毕竟南北差异那么大 而龚俊生于四川成都大学又是在上海念的 没吃过很正常 关小彤上一次败冰勾让所有正在减肥的韩国艺人羡慕十年 小彤的冰箱是我们武器来建国的最大的冰箱 这是衣柜 节目一开始核酒隆重地宣布 节目组准备的放大剂功能要失效了 该功能本来是用来放大艺人冰箱的某个局部 然后让大家猜测干艺人的习性 但关小彤的冰箱看起来比五个合酒还大 里面蔬菜零食肉类 冲泡饮品赛的满满当当 节目组压根不知道放大哪个局部 而这里面绝大多数食材都是关小彤的父母 为他减肥而准备的 关小彤平时是个特别喜欢吃喝的人 饭量超大 但他作为艺人又有上进需求 所以不得不减肥 他爸妈不希望女儿盲目结实 于是为他精心搭配了饮食 合酒随便一翻就拿出了一盒营养满满的乌鸡汤 这又是什么 就是那个鸡汤炖的那个乌鸡 然后猴头菇 然后家里人做的是不是 对 养成那种汤 为了我减肥做的 紧接着大家又在冰箱里发现了一些合法好的海参 它的存在是因为妈妈怕关小彤营养跟不上 真是家里爸爸妈妈吃的还是你吃的 我妈主要怕我营养跟不上的话 她都会吃海参会有提高免疫力啊 肝源蛋白啊什么的 所以妈妈不是一味的让你少吃 也在很主张的让你吃的好 在这之后 节目组又晒了关小彤进组后妈妈给她准备的食谱 有鸡头米的汤水 有石蔬海参 有粗粮配石榴 还有南瓜粥 连何久看了都忍不住 发出了一阵羡慕 虽然每个餐都几年 但做的干干净 就有一种爱的味道 欣赏完关小彤的冰箱内部结构后 节目组进入了小短片环节 短片的内容是一段关小彤在家吃饭的日常 镜头里的关妈妈对女儿的爱吃属性了如指掌 但又估计着她的一人身份 所以只能趁女儿在家时 给她买点能解铲的优质蛋白质回来 她是很爱吃 最佳的肯定是又让她吃 就也是怕她胖 今天这个正好买到这个螃蟹了 新鲜的 然后就给她蒸了螃蟹 螃蟹不长肉嘛 也能够有点营养蛋白质 看看有个妈妈帮忙 设置减肥食谱的关小彤 再想想那些只能烤劫食保持身材的爱豆 只能说这真的让人羡慕到流口水 即便赵露西越居城的酒屋顶刘小花 但她上节目仍不忘宣传家乡的饮食文化 这是我们那边的特产 可以拿一人吃一个 这很好吃 这个只有你老家才有对不对 对 只有成都 这是赵露西在靠陈千千爆红后 参加的一档综艺 节目内容是展示一人的冰箱 主持人一打开她的冰箱门 映入眼帘的便是整齐排列的食材 而在冰箱的最上层 还有一盒盒在外吃饭时 剩下的食物 赵露西不想浪费 所以将他们全部打包带回了家 紧急着主持人发现了一盒凉膏 是赵露西家乡的特产 而赵露西也立马非常激动的 向大家安利起了这款美食 基本上每天 而且我会放在剧组 只要天气热我就会吃 这个酱薯 这个只有你老家才有对不对 对 只有成都 在热情的招呼 大家品尝了凉膏后 赵露西又提起了另一美食超手 而在描述过程中 她也cue了很多细节 想让大家感知到 四川美食到底有多美味 像我们成都那边 其实家里都不会做什么面食 但唯一做的一个手工的东西 就是超手 里面是剁的那个猪的前腿肉 超手最重要的是下面那个汤 那个汤是奶奶 有的时候熬的鸡汤 再炖的大果 除此之外 赵露西的其他细节 也格外拉豪感 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 有人问她是想要人红 还是做品红 她果断回答后者 在节目组的大厨 特意为她做了 她想吃的美食时 她会非常真诚地感谢对方 好让对方知道付出的心意 得到了真实 最重要的是 她的反馈 没有一丝作秀的成分 给人的感觉是满满的真诚 这也难怪一期节目录下来 所有嘉宾都表现得很喜欢她 请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